命理是這樣子 古人的那個作業環境 他必須要去做這些事情 那我們如果不知道 你不去了解那個背後的原理跟背景 你就會有所錯誤的認知 人生無望小星星 為什麼叫人生無望小星星呢 因為那幾顆小星星 怎麼看絕大多數都是一些 聽起來就讓你很害怕的星耀 聽起來就讓你覺得 人生無望 好 大家好 最近拍了幾支 都在跟大家談一些 我們在學折抖術上面 常常被大家 錯誤認知 或者是說 因為可能很多 數解解釋的不清楚 會讓大家 誤會的 或者是因為 命理這種行業 他的這種行業關係 所以呢 他會造成大家很多的誤解 或者是 因為一些影視作品 然後讓大家產生的誤解 因為這些誤解呢 那個一二二傳二 那隻耳越來越大隻 你就會在學習上面的時候 讓自己陷到了一個 無理物中 這一系列的影片 深受大家歡迎 很短的時間 一兩天 都沖上了 一萬多的點閱率 希望喜歡的人 幫我們多分享 訂閱 按讚 然後呢 介紹給你身邊有 喜歡的人 了解 命理是這樣子 有些東西啊 因為 古人的那個作業環境 他必須要去做這些事情 或是那個文化環境 那我們如果不知道 你不去了解 那個背後的原理跟背景 你就會有所錯誤的認知 那就會把 古人的情況拿來驚人戒毒 就是拿 那個 明朝建展清朝的官 這樣子啊 那個 人家就跟你講說 媽啊 那個是一條鹹魚啊 那是不能拿來沾燈 所以 呃 容易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所以 我們打算拿出一系列 這樣子的影片 我們今天來介紹啊 我們上課的時候常常說的 為什麼叫人生無望小星星呢 因為啊 那幾顆小星星啊 怎麼看啊 絕大多數 有興趣的人啊 可以 稍微的把它列出來一下 你會發現 大部分都是一些 聽起來就讓你很害怕的星耀 聽起來就讓你覺得 哇 尤其是啊 絕大多數都是這個樣子 你很 隨時隨地你就會踩到它 隨時隨地你就會碰到它 什麼 哭啦 上門啦 白虎啦 白虎只有在 SOD可能是好的啦 在這邊通常是不好的 什麼 匪簾啦 官符啊 各式各樣 甚至有一些 看起來不太懂意思的 其實你也看字面 也可以知道不太好 但實際上呢 實際上呢 它是不是真的有這麼的嚴重 那張盤拿起來啊 隨時隨地 看到有一顆天哭星 坐在你的命宫 覺得你好像 老天派來要哭泣的 隨時隨地呢 看到有一顆 上門在天宅宮 好像你們家隨時要辦傷事一樣 是不是會有這麼的嚴重 是不是會有這麼的可怕 甚至還有些書啊 把這些小心藥啊 單獨拿出來 單獨去解釋它 造成啊 你在學的時候 或者是我們在學的時候 你會 你不懂那個什麼意思 那你就上網Google 他就告訴你說 哇天哭是 那個家裡直系清楚會失望 你就很害怕 糟糕 然後老師 那 尤其大家 有只會看本命盤 大部分都只看本命盤 甚至連大部分老師都只看本命盤 他就告訴你說 你這個就是 你會 有多嚴重 你會 克服啊 你會怎麼樣 你這個人孤寡 各式各樣恐嚇的言論 甚至 很多書籍他還分不清楚說 地空 天空 節空 天空星 會被 會有些東西解釋成說什麼 會遇到空難 拜託 不要說 鵝船 那是越洋越大之人之鵝船說 鵝船 那個斗數是北宋陳時義所寫 就算是 清楚的書資料考察 它是明清兩代所完成的 明清兩代也沒有飛機啊 那怎麼可能天空星 從天上掉下來 從高塔上跳下來嗎 如果去研究一下 明清兩代的建築 你就會發現 它最高最高的那一棟 也不過十三層樓 而且全中國只有那一棟 也沒有很多 你要掉下來 你還真是不容易 所以 很多的 很多的這些星曜 其實它當年被放進去 是有它背後的原因的 但它絕對不是 大家想的這麼的可怕 很多時候是因為 我們現代的人 他不懂古人的邏輯 那他用現代的邏輯去解釋它 那他就歪掉了 第二點呢 就像我們上次所說的 命理這個行業是一個 很奇怪的行業 它越恐嚇你 越讓你覺得害怕 你就會願意付簽 這樣子的情況 它當然命盤上面 有什麼不好的事情 它就拿出來跟你講 反正它一定會講中 人生中啊 誰沒有一些磕磕碰碰 誰沒有一些 哇我覺得 我這樣子不如意 那 那難道這些人 都是碰到空姐嗎 難道這些人 都是碰到這些不好的星曜嗎 不見得啊 一般人不了解 命理的這個生態 所以呢 大家就不能夠去理解說 為什麼會有這種言論出來 今天不是掛牌 叫老師的就是老師 不是拍YouTube影片 說他自己是老師的就是老師 他不見得有很清楚的學理 可以說給你聽 他可能就是翻兩本書 然後呢 比較會講話 然後呢 他就可以到處這樣子 去開直播去講了 可是實際上 你如果從 邏輯去推演這個事情 你就會知道說 這跟不合理啊 沒有這樣合理的狀況啊 有沒有可能 真的是因為空姐 當然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跟空姐沒有關係 也有可能 可是你必須要去 從原理來去了解他 才能夠了解 我們的人生 了解我們自己真正的命盤 而不是 那個好像這個老師說什麼 好像那個老師說什麼 要去看他講的東西 到底合不合邏輯性 就有時候說要去聽 那個邏輯點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來講 為什麼會有這些小星星 這小星星的起因在於說啊 實際上剛開始 紫微斗數在出現的時候 它只有 它只有18顆星 也就是呢 14顆祖星 加紫微長群 那後面呢 大家當然 因為我們就跟大家講過嘛 紫微斗數它是華人的命理體系裡面 完成的最晚 然後體系最龐大的 它在中間從 很像是現在流行的總和格鬥 MMA 它是結合結合各種的格鬥技術 為一個完整的體系 那在依照每一個人 他自己學習的習慣去使用它 需要去使用它 那在這個過程中間 當然它就有 因為需要而去整併了各方各方的系統 那在那個年代裡面呢 所以我們會發現說啊 很多當今的書籍 它會告訴你說 祖星呢 叫做甲級星 然後那些伏星啊 什麼火靈羊駝啊 然後那些刺一級的 什麼昌曲啦 左右奎月啦 四煞啦 六級啦 等等 它叫做乙級星 要乙級星 再來還有丙級星 丁級星 甚至還有物級星 有沒有幾 我就不知道啦 因為我根本不這樣用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實際上你會翻古書 古書裡面從來都沒有用這個字眼 零 從來都沒有 所以我常常說 很多時候啊 你要去解讀古人在說什麼 但是還是要用古書 你不能用自己的邏輯去 硬去幫古人解決這個事情 所以很多時候是因為 我們為了要方便也好 為了要讓現在人好理解也好 然後我們去更動了他的一些字眼 那這個沒有什麼不對 因為你總是要讓人家越來越了解 但是這些更動有的時候啊 會出現了一些 讓人 就有時候我們講是 他善心做壞事 因為他當他這樣子寫的時候 你就會誤會他了 例如 我們長時間會覺得啊 這個啊 加一 丙 丁 悟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就天干來說 他沒有誰大誰小 可是我們從小到大就知道說 你考的不好啊 就是丙 考的比較好啊 就以最好的那個是甲 所以從小到大 你有這樣子的概念的時候 你自動的就會覺得說 那甲是比較厲害的 甲是比較好的 甲是比較有能力的 所以當祖星被視為是甲級星的時候呢 然後那些甲星被視為是乙極星的時候呢 實際上這些四煞啦 六極啊 他們其實是在古書那樣叫做甲星 在次一階的呢叫做雜藥 亂七八道各種星藥叫雜藥 那這個時候你會覺得說 好像祖星比較厲害喔 一切很重要喔 那是不是這個樣子 嗯應該是 但是雜藥呢 可是問題是 你當它覺得它是乙極星的時候 你就覺得好像刺一劑 是不是這個樣子呢 其實不一定 為什麼呢 因為像有些殺星 它是有辦法去影響 大幅度影響祖星的 那這個時候你覺得 這個殺星比較弱嗎 應該也不是吧 所以其實斗數的整個結構 從來都不是用這樣在比大小的 這個是近代的人 大概在50年代的時候 有一些近代的斗數老師 他為了要教學方便而設定出來的 這樣讓大家好理解 可是呢 實際上在過程中間也會流失掉一些事情 整個斗數的體系 你如果用祖星去理解它 用輔星去理解它 它幫忙影響那個祖星的 這個反而會比甲乙丙丁好瞭解 那最後一個就是比這個再更低的 那個叫雜藥 既然它叫做雜藥 所以它代表的其實是 在祖星跟輔星之外去影響它的 比較像是什麼概念 祖星很像是公司的主管 那輔星很像是副主管 雜藥很像是祖元 這個主言有沒有這麼重要 那如果說主管很清廉 副主管很剛直 雜藥要怎麼A籤 是不是就比較難 對不對 所以整個命理學啊 從頭到尾都不是那種啊 用分數啦 用比較啦 用誰比較多分 誰比較扣分 或是誰比較厲害 這樣去相互比較 而是一個整體性的通盤考量 那在雜藥的這個等級上面 也就是一般大家聽到什麼 丙丁霧這種等級的星藥裡面呢 它主要要看的啊 其實是 事情有沒有可能要發生 有可能要發生的 那它補它一刀 那是不是本來 你猶豫不決 本來你不知道該怎麼辦 但是呢 這個時候旁邊的那個小朋友 那個雜藥 在旁邊三封又臉 那你就決定了 所以如果你的祖星 輔星這個大的結構啊 沒有產生 那這些小的星藥 事實上是沒有作用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有一些流派 根本不用雜藥 那所以它背後的結構 應該是如此 像以我所知道啊 像一般目前流傳的 指揮走速用108顆星 可是香港某些流派 它用到160顆星 這麼的多 那就是因為它們有 一些獨門的技巧 專門利用這些小的星藥 看單獨的某一些事情 所以它們把它放進來 但是它是不是可以 把這個材料 單獨拿來這樣子解釋 如果說有一個人 桃花很多 那它放一顆天枯星 在命宫不見得就是不好的事情 因為這麼泛濫的桃花 給它一點點自我約束 跟自我克制的力量 不是更好嗎 所以實際上這些小的星藥 絕大多數啊 因為你看起來那個字眼 你是覺得它是不對的 但是實際上呢 卻不需要這麼樣去擔心 因為這些小的星藥 它都有字跡 必須要碰到的狀況 才能夠完成 比如我們剛剛講的天枯星 天枯這顆星 叫直接的解釋 叫做直系清除死亡 但因為只有直系清除死亡 你才會有那一種啊 好像老天給你不能夠 抗拒的那一種哭泣 那一種難受 所以它一般都指著什麼爸爸啦 阿公啦 兒子啦 這種直系清除 媽媽啊 這種在過世 那問題是 天枯星在每一個人的 每一張盤的十二宮的 其中一個宮位一定有 大家都有 難道你總是過幾年 你的父母宮就會進去 有天枯星嗎 暈眩 那你總是幾年 你就會遇到他一次嗎 對不對 那如果照這個論點的話 那是不是大家每天家裡都要私恩啊 不可能啊 你光用機率去算 你就知道他不可能啊 對不對 所以說啊 都不能夠這樣論斷 天枯星的用法必須是 你真的面對到了你命盤上面 有這樣子的跡象 而那個天枯星放進去 才表示說 這個是比較難躲得掉的關 比較容易會發生 它只是這個意思 可是如果說 爸爸媽媽小孩 就很健康都很好 然後呢 副官沒問題 副疾沒問題 然後那個 紫田沒有問題 各方面都沒有問題 也沒有煞星 那只是放一顆天枯 那沒有什麼啊 那個就是 可能 也許啦 可能心情上 有一點不好 就這樣子而已 有些時候是因為啊 剛剛好就碰到這個跡象 就好像我們覺得打籃球的人好像比較容易變高 其實不是 是因為漲得高的去打籃球比較有優勢 所以籃球隊只會挑高的 除非你彈跳力非常的好 像NBA有那個160公分可以 還是可以跨的那位一樣 除非是這個 它是因為這樣子所產生的 可是我們很容易就會觀念錯置 然後很容易就會 就會倒果為陰 很容易就會倒果為陰 然後你會以為是 是籃球隊的都會長高 沒有啦 只要你好好運動大概都會長高啊 所以呢 盤上面啊 還是要從結構性的去推順這個盤 這些小心藥 它就是個雜藥嘛 那要主結構發生問題 它才能夠產生效用 而它各自各自會有不同的 有的只用在流泥 有的只用在流月 有的呢 只用在某一些工位 其他工位無效 它有某一些特定的一些限制 大家不需要這麼的擔心 絕大多數的時候 坦白說都不太會用得到 人生無望小星星 看了讓你覺得無望 然後你一直去關注它 你的命理 可能學起來也會很無望 因為啊 你就會被陷在一個 觀念上的陷阱裡面了 好 希望呢可以幫助大家 謝謝 我去那邊找了 你不想嘗嘗